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认识一个地方历史文化游客 必定会找机会参观博物馆 原因是因为当地的历史文化 往往浓缩在博物馆里头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越是先进发达的地方 越会重视当地的博物馆 究竟省港澳博物馆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广州的开放历史是有二千二百多年 所以历代遗留下来的古老文物是相当多的 究竟广州现在有多少间储存和陈列古老文物的博物馆呢 这个有趣的问题 相信很多老广州都未必答得出来 原来广州现在一共有六间博物馆这么多 分别就是荔湾博物馆 南越和墓博物馆 广东文家艺术博物馆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广州博物馆 以及广东博物馆 这六间博物馆它所陈列古老文物的内容 很清楚可以从博物馆的名称是反映出来的 市民大众若能够抽空进去参观夏华 就会对自己的城市因为增加认识 而感情更加深厚 在这六间博物馆里头 每一间博物馆都有自己独特的陈列展品 在当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陈列在广州博物馆里头的大型的古代计时器 《童湖的楼》 陈列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里头的 这个几十年前的电影放映机 以及在里面保存得很好 当年孙中山先生宣誓就职 临时大总统的典礼大堂 还有就是在黎湾博物馆里头 所陈列的大红花角 以及在南月王墓博物馆里头 保存整理得很好的 南月王地下墓室等等 这间广州博物馆 是位于镇海楼俗称五层楼 既然讲到五层楼 这个博物馆总共分开五层 由楼下一层一路到最顶的第五层 分层将广州 几千年来演进的历史 所有的文物 是一层又一层 由远至近 是介绍出来 所以广州市民进入到去 就可以对于广州市 是由古至今的演变层次 是有一个具体而明确的形式 的了 澳门市区面积虽然是小的 但是是有不少的博物馆 分别是展览那些不同主题的文化文物的 由此可知 澳门政府对于文化文物重视的程度 如果想说 是看多些有关于航海 譬如古代 以及现在 葡萄牙 以及澳门航海的状况 造船的情况 以及澳门渔民 足语 以及他们的生活情况 不妨来到 在这个孖岗庙附近 这间海事博物馆 是进入去参观 就可以一览无遗了 这间海事博物馆的旧馆 就在1987年成立的 这间海事博物馆 就在1990年 是落成啟用的 那里头陈列了 很多有关于航海 以及暴雨的资讯 那里头真的可以说 是包罗万有的 澳门这么多博物馆之中 我认为 追别开生棉最有特色的 就是位于 坎仔这间 是龙环普韵的博物馆 为什么它最有特色呢 因为它是由五间 古典的葡萄牙人的 古典家居组合而成 尽量保持当年的面貌 所以很值得前来参观 这边的龙环普韵 这五间古色古香建筑物 原来是建在1921年 当年就是那些葡萄牙人 住在尼岛的高官 以及那些有钱的商人的住宅 现在在里头还陈列了 当年葡萄牙人 他们日常家居的布置 以及各种摆设 进去参观 就令人仿余走入时光隧道里头 了解到原来 几十年前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 他们日常家居的情况 原来是这样的 我背后这一间就是香港著名的 香港历史博物馆 很多来香港参观的游客 都会进来这间博物馆里头 是参观里头陈列的历史文物 说起来 香港的地方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都有大大小小 二三十间那么多的博物馆 香港的博物馆虽然多 但是它发展比较迟 香港的第一间博物馆 原来就是成立于 1962年的香港博物美术馆 顾名思义 旅层列历史文物 同时亦层列各式各样的艺术品 到了1972年 就将这间博物馆一分为二 一间就是香港艺术馆 里头陈列各式各样 世界各地的艺术品 另外一间就是香港博物馆 后来更名为香港历史博物馆 就将香港各个年代的历史文物 一一陈列出来 让来参观人了解香港历史 不同阶段的演进 除了这间位于尖沙咀的香港历史博物馆之外 还有位于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馆 里头所陈列 有关于香港文化历史的展览品 相当之多相当之齐備 此外香港的博物馆 真的可以说多姿多彩很多元化 譬如要想知道 有关于香港海市防御的历史物物 就可以去到香港海博物馆来参观 想知道有关于香港警察的发展 就可以去参观警察博物馆 此外还有在发掘东汉古墓 大埔那树有一间是李郑屋邨的博物馆 此外位于大埔那树 有一间是香港铁路博物馆 可以说是非常多姿多彩 如果银行是储存银子的保护的话 这些博物馆就是储存历史物物的保护 如果两个比较 我认为博物馆比起银行更加之重要 原因就是因为银行里头的银子 如果不见了 还可以找回来 但是博物馆里头的历史物物 有所损坏的话 就无可取代了 但很可惜这些博物馆 似乎并未受到省港澳市民应有的重视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